白眼 不是 因為我真的聽到 他會講說 哇 老美又不能辦法挑戰她的生涯進入 因為這一季 我應該是唯一 在那個時刻 因為其他都打過了 大家都打過一輪 大家都打過一輪的狀態下 前第一輪比賽只有我一個是383 所以我是唯一在這一季的那個時刻 有機會挑戰六發都打到的人 然後我那時候聽到說 哇 打到第五發 然後我想說 好 我只想趕快 趕快把他結束了 我不想要再聽到這個會很亂 那也就是因為那個很急 我的槍就沒有架海 所以就是那一點點然後我就沒打到 後來教練就會想說 所以你看我覺得射擊類 他其實很迷人的事 其實你真的不能著急 就是你每一個環節都要做好 然後他是要最舒服的狀態下 你才能打到射得準 你只是說我們那一就是在非法的 轉播現場 我們真的連選手太近了 我們不管就是用murmur的方式呢 他們還是會聽得到我們的聲音 第一次我們在裡面下雨 然後第二次跟第三次呢 我們都在外面都在戶外 他們就聽得到我們聲音 不管我們講評什麼他們都聽得到 近代了也實在都聽得到 對啊我就覺得我們會默默的 接下來的聲音發到底會不會連開兩家 那樣子類的這樣子 但我還是因為講員哥實在是 非常的為我鼓舞所以我還是聽到 老妹 講員哥會用他的聲音來鼓舞你的氣勢 那一天其實在比非法的時候 賽前還特別去問漢之 因為他在他的那個自我介紹上面 是寫的就是 真的啊 他就有當兵 然後他說你是哪個兵種 他是散兵 真的假的 我都不知道耶 你不知道嗎 他好適合這個兵種 是不是很棒吧 他好適合什麼兩三部隊之類的 對啊 我就想說那你應該射擊還不錯吧 他說可是我在散兵的時候 他就打板的機會不多 哦哦 原來是這個樣子 因為如果他在其他的兵種的話 可能會 比較有機會去打板 對啊 哇賽斯阿伯很帥耶 真的很猛 真的很猛 好適合他喔 真的很適合他 然後上次來小報有跟我們聊到一個話題 我覺得很好笑 也蠻有趣的 就是敬愛令這件事情 他說為什麼連老妹都有說到敬愛令 對 他跟阿伯都沒有 他用連這個字回應他 哈哈 因為詩語真的很沒有理 沒有理 雖然是阿伯但是 可以談戀愛的 這阿伯吧 沒有 他會覺得說 為什麼 南東綠隊覺得我的魅力不夠談戀愛嗎 沒有 我覺得換個角度想 應該是他很放心你 所以不用提醒你 對 他知道你不會 不會 不小心出差錯 因為你們對上就只有他跟阿伯兩個人 沒有接受到敬愛令 所以他們兩個人就自己煮了1000CP 真的假的 然後還有那個 一塊豆腐 一塊豆腐到底有不夠高 大概這麼高 這麼高 這是很高的豆腐 這是很高的豆腐 這是很高的 因為我打太球的時候 詹文哥 因為我會籃網 因為籃網我因為 就是 我可能之前比較常在打球 所以大概知道籃網的 需要的高度 對 就是你要在什麼時機點跳起來 對 所以我會用經驗來彌補 跳我的不高的這一點 然後詹文哥每次看到我籃網成功 他說哎呀 這個梅仙智雖然他跳得沒有一塊豆腐 但他的timing真的抓得非常好 那時候在跟別人講 人事件的時候我想說 詹文哥真的是個老狐狸 為什麼呢 因為他前面到底有點 我生氣說 詹文哥你為什麼要這樣講 但是又稱讚著你一下 對 他實際抓得非常好 謝謝詹文哥 上禮拜剛播完了 全民心運動會第四季的總冠軍賽 身為紅隊的成員 吃了一盒鍋貼 哇 真的耶 水白有用 吃鍋貼原是那種感覺 明白了 而且我終於理解了那個 樂天桃源的感受 哈哈哈哈 贏了這麼多 然後 出賽最後那一步這樣子 真的就是 對啊 哎呦 白感交集了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我整個 整個總冠軍賽 我是非常享受的 當然會希望贏 可是那個時候 我是真的很享受 我到最後 最後的一個項目是那個 十二馬組 我是守門員 到底說應該會非常的緊張 或是 我也以為你會非常的緊張 沒有 壓力應該很大 我最後是 超級放鬆的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我都會感受到自己的心跳 我信不信的 可是我那時候 站在球門前面 然後看著 對方籃隊的球員在那邊擺球的時候 超級peace 啊peace到我覺得好舒服 好棒 就是我覺得 就是你會覺得 這就是一個 對 zone 就是我有個 zone 然後這個空間就只有我跟你 我跟你然後看著球 然後你跟我 然後 沒有什麼緊張 我就是覺得你來我要守住 然後你先繼續 你好厲害 就是那個 當成享受競技的過程 所以到最後一天的比賽的時候 我完全是享受競技的過程 我覺得 很過癮 因為我很喜歡看卡通漫畫那些 所以我就自己給自己加注一個 就是 我們就像香北隊一樣 所以我覺得有點小遺憾 對 可是那個過程是非常精彩的 沒錯 就是也會讓我們再回味 我一直在想啊 贏我們會很開心 可是 輸的時候 我們過了很多時間 去想這段的時候 會不會也覺得它是一段 很美好的 那個 那個 那個回忆 一開始其實也沒有說贏很多 這到後面那個 中後段 中後段的時候才開始 慢慢慢慢慢慢 就一飛衝天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前半段 講白一點就是 大家真的 我在那個 冠軍賽後榜有講完播出來 就是我們真的很像在談戀愛 就是我們一開始就是 磨合很多 磨合很多 尤其像我自己 我自己 你最常跟誰吵架 余晨欣啊 沒有也不是吵架 前期有真的比較明顯的衝突 可是 到中後期 沒有吵架 可是心裡大家都 卡著某一些東西 你在 你在忍我 我也在忍你 就是都知道有一些不舒服 可是又覺得 又在互相包容 對 可是我覺得那個過程很珍貴 就是因為代表我們開始在互相理解 對 我們知道你是為了團隊好 我也是為了團隊好 然後我們 也都在理解彼此的那些 妹妹嘎嘎 所以 中間那段 有一個小尷尬 大家都在 講容忍也好 包容也好 那段期間 反而是珍貴的 因為 那個時候讓我們 更能去為 對方去想說 他為什麼會這樣 包容理解接納 然後到中後期我們真的 越來越好 後來其實我跟他是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 我是不知道阿星怎麼想 我自己是覺得 我到後來是 非常理解他的 覺得他很可愛 不管是表達的方式 或者是說他在球隊裡面有時候 他想要幫忙 球隊 健攻也好 或是一些他自己 有一些在球場上的觀點 其實無非 都是他 很希望 大家可以一起變得更強的這件事情 那後來你理解他的這個 這個可愛的地方之後 你就會真的覺得 他就是 他就是那樣子 明星就是第四季阿 每一個選手 真的都是 適得其所 該在藍隊就在藍隊 該在紅隊就在紅隊 對 我那時候 我有跟大家 就是我們在 我不知道這個到時候會放在 之後當然會放網路上 但是我那時候 我們在最後的 最後的冠軍賽前 有講出大家的想法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命中注定 就四個字 命中注定 你到哪裡就是注定好了 真的 你看像我一開始我想要去郭哥 我想要去黃隊 因為崇拜郭哥 可是最後還是來到紅 然後你經歷了半點東西 你才發現說 這邊真的是我該來的地方 就是 是有道理的 對 就老天爺這樣的安排 真的是 剛剛好 對 恰如其分 真的真的 因為我在觀察過三隊的這些選手之後 我也想像過 如果阿欣這個時候在藍隊的話會怎麼樣 感覺好恐怖喔 但如果說 洪軒來到了 洪隊 對阿 我們有想過如果洪軒穿紅色衣服會變怎麼樣 對 好特別 整個參與了第四季的轉播 前幾屆我都是在 對 你不只他要轉播 我還參與了他們的 練習 他真的是 真的很感謝他 因為他 他不只是 每一隊喔 他都會帶點心 帶食物來看我們的班 就是想讓你們覺得說 你們自己很辛苦練習 但 我們也是 我們是一體的 我們是這個節目的 生命共同體 所以我們要一起的努力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在 在戰力上面給予任何的支援 但至少我可以 就滿足一下你們的 口腹之餘 沒有我覺得除此之外 我覺得佐藤有一點讓我 非常非常的 佩服也欣賞一點就是 他 為了要更理解在場上 怎麼去撥爆我們 他參與了我們的練習 所以他更能理解 每一隊每一個選手的狀態 在練習的時候的好壞 或是說他的特點 他的攻擊手段有什麼 他的擅長的地方在哪裡 我覺得這點是我真的覺得 佐藤在這一季 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課 因為前三季 我都只有在總冠軍賽的時候出現 然後我能觀察到大家私以下的 沒那麼多 所以我會覺得 哇好像差那麼一點點 如果可以再更深入的話 那就更好 所以就第一季剛好 這麼棒的這個機會 可以去參與這一切 你就覺得 這個半年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故意 其實是啊 這半年我覺得 所以我說我們的節目 停錄了很久 停錄了很久 真的半年耶 我們真的是半年之後 對啊 好像一個什麼 做了一場遊戲 一場夢 而且我真的要說那 那句話聽起來很 但真的就是 你沒有在裡面 你不會知道在裡面是什麼感覺 對啊 因為就像你前年紀 你可能是在幫忙 我陪練嘛 知道他們辛苦 可是 你不知道到底多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在進運之前 因為我很喜歡運動 所以體能這方面 我其實是不擔心 雖然說年紀偏長 但是我知道運動狀態是怎麼樣 所以我不擔心 體力這件事情 訓練我不擔心 可是進去之後才發現 有很多比如說像 團隊的磨合 我忘記這件事情 人才是最重要的一環 我離開學生的那種運動團體太久了 十幾年了 所以我重新再回到這種運動團體的時候 我有點不適應 一開始有點不知所措 對 就是啊團體生活 對最難的其實是團體生活 超難 沒錯 十個人 十一十二十三 就頂對大家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個性 都是一個原生家庭出來的 所以你要怎麼讓這十幾個人 變成一個團隊 其實很難耶 很難 而且最累就是這件事情 而且也不像說上班族 上下班還有一個可以抽離的時間 對沒有 你們基本上就是 二十四小時相處在一起 對 那每天我們是訓練 就是你睡前看到這些人 睡醒之後還是看到這些人 對啊 然後每天不見亂喔 沒有一天不見面喔 我還可以換對看喔 但他們沒辦法換對喔 每天喔 那 好膩喔 好噁心喔 真的為了蠻噁心的 可是其實這就是他很有趣的地方 因為出社會之後 你哪有那個機會再去體驗一次這種 真的是感謝全明星給大家這個機會 對 就讓我在重溫了一次那種 學生時期的那種 一起運動 然後一起生活 對 那種感覺 充滿 充滿碰撞充滿激情 很青春 真的很青春 就是精神時光 希望接下來全明星有第五季 就是祝福啦 因為我就是錄了第五季的話 我就是真的會想要回去幫小潔 我自己私下是會覺得如果還有這個東西 然後小潔也願意在裡面的話 我應該 我終於懂為什麼前面小潔要回去了 因為就覺得 我需要幫忙 要幫忙 好啦今天非常開心 邀請到阿梅在此加入我們的地獄系列 訂閱來早餐 我們下次見 我把我的食物吃完囉 掰掰 掰掰